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方视频 我是尖美 香港在各方面的国际排名跌跌不休 最新的例子是 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公布 2023年世界竞争力年报 香港排名全球第七位 较去年第五位下跌两位 落后老对手新加坡不在话下 连不少人眼中比较落后的台湾 都爬过香港头 骑着香港一位排第六位 再看细行 更加吓死人 四大指标当中 香港营商效率跌至11位 经济表现大幅下滑至36位 其他失分之注重包括 营商效率由第七位跌至11位 以及经济表现由15位大跌至36位 至于物价排第六十四位 本地市场排第五十六位 就业排在第四十五位 这些关乎竞争力的核心项目 表现全部极不理想 老规矩 逢着国际排名对香港有利的 顾老爷例必第一时间 破出来要功 证明国际社会对香港高度肯定 就像鞍皮学生一样 撞错拿到60分 立即在父母面前举来仰去 扭买PS5 考试不合格就收了份卷 今次国际排名榜出路 官老爷更加离谱 直头是明明考十分 他在侧面有红笔加多一个零 还要自我麻醉 以为自己真的考门分 政府发言人是这么说的 报告肯定香港继续是全球 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 又说去年新冠疫情 为香港带来艰巨挑战 严重影响经济表现 香港的整体竞争力排名 因此较去年下跌两位 真是不说由自可一趕把计火 听官老爷的说法 好像全世界只得香港一个城市抗疫 为什么人抗疫你抗疫 只有你抗到竞争力缩水 再说 你说 市民生命第一 抗疫暂时牺牲经济 我估计很多人都可以接受 但港府抗疫表现如何 就自有功论了 第五波爆到九彩 长者顶着 林烈不锋 在公立医院门外排队求诊 离世患者太多 连棺材都供不应求 这一幕幕 大家都还记忆犹新 官老爷还好意思 拿抗疫做挡箭牌呢? 真是这样 香港输给新加坡 而且抛离越来越远 早就不是新闻了 不用说第二样 只是说住屋环境一样 香港和新加坡 已经是鞭比和牛比 明明新加坡人口密度比香港更高 人均居住面积却大 比香港多多声 香港政府一尾将大市场小政府挂在水上边 结果就是市民越住越差 连北大人都忍不住出声 扎成港府解决务房问题 反观新加坡 早屋住户比例 由八九十年代大约88% 下跌至去年的78% 下降10个百分点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新加坡政府有所作为 结果提高社会向上流动力 更多市民由总屋转换至私楼 好了 新加坡比不赢 有些人整天笑台湾落后 现在连台湾都过头了 还有什么好说呢 其实人家台湾在高科技方面 一点都不失礼 只是台积电这座护岛神山 已经是宝岛的山招牌 连山姆大叔都睡宴 一生想着居为己有 实力之强可见一班 香港的创科 除了前高官真的见过Steve Jobs之外 还有什么实际成就 只是搞一个疑通行 都搞到堕舍落下 状况八出 已经笑大人的口 始终也有那句 灾下吾同树 自有凤凰来 香港本身没有吸引力 医食住行样样难 还要泪气冲天危机四复 通街不是斩人 就是南亚帮瓶油 再不是 就是嵌树嵌吊臂车 抢人财抢企业 想想如何流人财更好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大家觉得 点赞 搞错 停息发生 投票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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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